代表了结底 这是零线 RHT代表了三向火线 因为国外它都是三向五线 代表了结底零 三向火线 这个结好以后 现在就可以 加入烘油器 这样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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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了 好 因为这个都可以 这个是油棒 这一条是电压配合的 然后这一条线是测试雅电耗的UG 这是一条B5条 然后这条线是测试F70 然后电风单体棒的那个信号线 然后这两条是一样的 是测试F70电控单体棒的时候 两条电压配合 它是同样的 和这边一样 这两边也是同样的 这样就说加装都完成了 然后呢 打开电键 这边是测试F70电控制 这个是测试F70电控制 接着测试F70电控制 进入开机界面之后 选择喷油器 点一下 然后 点一下 选择一下数据 现在设备上是四四九的 直接选择后三位 好 然后选择工况 刚清洗的时候需要 要不要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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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然后选择 正常特殊工化 先把这两条 推出原位 先把这两条线 推出原位 然后选择特殊工化 我们将其中选择 切出原点 32毫升 切成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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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李宗盛